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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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魏儿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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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7月8日 头屎 即是我不熟马 但我都知道有头屎这件事 马面要回去 牛头又会不会走 以前有一年 我是特别研究一下 怎样赌马 结论就是不要赌 大家都知道今天这单 就和这个马有关 对好三只 这个是超不吉利的 为什么 因为你想到马 都不会有好声气的 只只马改名那些 李智叻 马到功成 幸运之声 你想哪一只都屎 我跟你说 那在开始说这件事之前 就讲单和叶柳 属于有关的消息 那当然就不是叶柳 站在终点 驾到一只马 跪低了 真是说在叶柳面前 无论是大家开心 文明之光 以及大师 都真的要跪低 但想说的 其实是2023年2月24日 时候的这单新闻 成功争取增加征收博彩税 之前是被马会骂过的了 而增加博彩税之余 叶柳淑仪再倡议改革 这个马会的管理 虽然不关马事 因为陈茂波当时 是会在新一年的财政预算案里面 就向马会征收5年120亿的额外足球博彩税 于是乎叶柳淑仪就可以穿着旗袍 经常走过来 就说民建戀的口号 成功争取 即是帮手 令到库房 涨了20多亿 这个也是中央管理 还是中央图载 计划经济 收罪天下兵器 但是哪些人惨 马会惨 那些私隐企业 即是有机会 在私人公司买的 那些马头资品来的 可以是一匹马好贵的 凡取例泰 都是马主来的 那以及没错了 私人投资者 说你要匹唇总马 多贵啊 那至于叶柳淑仪 会不会 应这个中央的要求 我估的 应该都会了 就将党委 加入在马会的管理层里面 那不得而知了 你照道理都会 因为马会在香港来说 都很大势力的 话说孙柏洋 如果你知道谁 之前都对马会的管理层 有微言 即是他觉得 什么人都颁 那些会员资格给他 不是啊 在财经界里面 有些人他看不过眼 那于是 就觉得那些人 拿到马会的资格 是马会之耻来的 其实 就是你做cheap 那朵 此事后话 那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你其实每一只马 倒下的时候 通常都大把口水的了 因为理论上 每一只马改的名字都是靓名 来的嘛 什么恭喜发财 承性追击 奇开得胜 这样的嘛 精英大师 今回有只大师 就没有了精英 那这个天象事景 我稍后再说 那些名字真的挺巧的 先说发生什么事 还有马会已经开始调查了 三匹马有不同的屎法 7月1号时候文明之光 是因为心肿病发 倒地而亡 用尽最后一口气冲线之后 聶犬忠须山上丧 将军难免震中亡 他叫做史德其所 而7月6号时候 就有两匹马 其中一匹就叫做大师级 过终点之后 暴毙 就是未知死因 另外一只呢 就是大家开心 大家开心的屎法 就是马失前提 要职场人道毁灭 那马会时候就 就认为 三匹马一起 在一个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接连死亡呢 事件非常之罕见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啊 他们不是 无端端的 是之前呢 就经过赛检 确认健康无误 几百万一匹马嘛 谁跟你博 然后才作赛 所以目前马会已经征求 这个国际专家的协助 其实你为什么不找中医 去看看那些马呢 是不是 你国际专家 未必给到答案来的嘛 还是 鬼马相声啊 就是找些冰蛋啊 打了入马的身体里面 影响赛果 但是你找不到子弹的 没那么高科技吧 行的 你一只马 马呢 就没有出现不尋常的情况 无论赛前赛后 简单说就是 你的车呢 就只是连检的 连检的 连检合格才给他 在马路上面呢 就驾的 但是马不是哦 马是赛检的哦 每次作赛 赛前赛后 如果做身体检查的话 基本上做到你破产的 在英国这头呢 我见到附近有些邻居 是有马的哦 他们就没那么疼马了 但是 一只马比那些车 你见过几百万一架车 你还没见过嘛 拌时拌时都不用这么贵啦 而且拌时拌时不用吃草哦 那所以啦 在出赛之前呢 获得合资格兽医 检验之后的马匹 竟然作赛的时候突然暴毙 又或者马失前提 笨熟不正常 很多时候你流鼻血各样 都帮着他 叫他不要作赛的了 那你说可以查到些什么出来啊 那国际专家呢 通常就会给个报告他 就关于马匹的保护政策方面 可能在什么温度下 不适合作赛啊 就是可能叫马会遮一遮天气 就没得遮的 因为赔率的问题 那结果就去了练马斯那里了哦 那马房肯不肯出那匹马 有的啊 有时有些马 cheap一些的 那你恶劣天气的时候 都找他们上阵啦 那但是马迷会不会买呢 就另一回事啦 你有时夜马 或者是下雨的时候 由于赛果会出现一些 就是我们叫做爆烂 大烂地 那所以呢 马迷就很喜欢博这些的哦 所以又不是说没得到 那就视乎练马斯和马房 那一场马呢 大概十二只了 那你有些重复用完又用的嘛 可能跑几场 这个已经很依稀啦 那他跑了那么多场的时候 你出了的马 可能都是几十只了 那但是一个马贵来说呢 马会是完成了超过 一万一千次的赛前兽衣检查 那你大概可以知道那个检测的频率 那最近我们经常说天象事景嘛 很多不老义的事情的发生 那如果说不老义的事情 例如那些水龙卷啊 又或者 无端端马迹湾南亚岛那里 那一只船可以着火的 又或者 港东河沿一带那些地弹 震到人促不安 那你可以用天象的解释 那但是我分人就很科学的 除了天象的解释 我也都会给科学的解释大家 那看一下大家觉得是哪样的啊 破除迷信啊 那但是又真的有那么巧 因為如果你說上一回 他沒有造成新聞都是意外 但是馬的名字剛剛好 一隻叫肥仔厲害 一隻叫君達星 你是不會有任何的聯想 肥仔厲害那怎麼辦 肥仔厲害人到毀滅 剛巧那隻馬就沒有什麼特別象徵意義 那你這個就真的沒得解釋了 如果刻意人為的話 這些就真的軟對抗 不過是軟題 而那三隻馬一隻文明之剛 之前已經說了 嘩大哥你禁不老禮 文明之剛覆滅 第二隻大家開心 那你就糟糕了 先帝創業未伴而中道奔吵 你在這裡說Hello Hong Kong Happy Hong Kong 那你Happy Hong Kong已經釘了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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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那你Hello Hong Kong還原嗎 那所以我們又看看整個馬會賽事裡 還有什麼馬匹呢 會不會啊 可能和Hello有關 李家超的黑氣 大家要小心啊 就好像脆脆的 嫩嫩的狠好吃 嘩大哥 你讓我想起百兩金啊 很多人不知道為什麼貼那張照片 雲吞麵 其實我看到Facebook人貼 很後貼的 跟著那些人說 像智商高能人士 我就覺得真的 差一點點 米線如果從嘴邊那裡流出來 就OK 所以孩兒要收回他的飯口 那說回還有一隻馬 就叫做大師級 以前有一隻馬就叫做精英大師的 大師級都釘了 香港的精英就走了 天而無現時之以像 剛巧得那麼巧 如果你用個名字來看的時候呢 就真的好不Alright了 那再加上啊 剛剛好三隻馬 他不會有第四隻的啦 因為都殺科的啦 頭鼠的啦 那時候 有一個故事就叫做三馬同曹 話說三國演義時期呢 曹操又發了個怪夢 曹呢 就是說 耶穌又誕生在一個馬曹裡面 他記載啦 而一個曹呢 是說的就是那些馬 找Hack的地方 你伸個頭埋去嘛 那曹操夢見的就是 其實你可能一隻馬一個曹的而已 但他不是喔 他三隻馬在一起 那夢醒之後呢 他又不知道什麼寓意啦 找那些覆掛的角揚 他們都不知道 可能知道啦 都不說他聽吧 因為跟司馬爾朋友嘛 那原來最後啊 曹和曹是同音的嘛 而最後曹是的天下 是被這個司馬超 司馬斯 和司馬爾三個人去蠶食 到最後是司馬鹽執掌天下 因為吃飽了 已經不需要再吃 曹操這個夢呢 可以說是一個預知夢來的 這個故事就叫做三馬同曹 還有剛好啊 三馬同曹的典故 你是找Hack的地方啊 三馬同曹 Hack都不讓你找啊 三隻馬一起釘蓋 找Hack找到心臟病 找Hack找到斷腳的 以及和馬有關的典故就是 千里馬常有 百樂不常有啊 和人才有關啊 即使是 香港啊 有人才都好啊 都不會為你所用 為什麼你衰格啊 簡單說你不熟悉馬性啊 而百樂呢 就很聰明的 他知道那些馬 那個皮性是怎樣 例如有個人 他養匹馬的時候呢 就經常呢 找他來揹些重東西啊 又瘦又殘 覺得他呢 沒有Q用 於是乎成黑薄那隻馬 百樂一見到的時候呢 就用很便宜的價錢買了回來 然後呢 卸去這隻馬的負擔 由於他輕生啊 那些磅數呢 不是說很重 於是乎 經百樂訓練之後呢 他成為一隻非常高速的馬啊 發揮到他的才能出來 那現在沒有啦 三隻馬都被他練死了 那這個呢 就是風水上的解釋 那現在開始呢 我們就 來到科學的環節了 第一個科學的解說就是呢 氣候變化問題了 那由於 那這個 大家切身處地知道的 想問大家的就是 在這些馬匹 死亡的那幾天啊 7月6啊 7月7那些日子 香港的天氣 是不是特別酷熱呢 那如果是的時候 可能比以往更加酷熱啦 那馬會就要考慮 將這些這樣的賽事 可能提前舉辦啦 因為休暑的日子 可能要多一點點 以免那些馬匹 不升負荷啊 就是想不到啊 溫室效應 竟然對賽馬都會有影響 這個第一個解釋 第二個科學的解釋就是啊 quantity is not quality 你跟他做身體檢查那個次數就一樣 頻率也相當 但是質素未必一樣啊 到底那些所謂的合格獸醫啊 你是用些什麼人士啊 是不是專才啊 那按照我估計就不會的 除非那個馬主是大陸人啊 大陸人就用回大陸馬主 大陸馬房的 有機會的 你大灣區那裡訓練好 跟著走下來香港作賽啦 賺一下獎金 那要問一下啦 什麼大家開心啊 文明之江啊 大師級啊 這些馬匹的馬主 到底是什麼人 背景又是些什麼 那你翻查完才可以有個結論啦 那沒有的啊 對於這些的軟對抗你沒有可能的 難道禁止馬會作賽嗎 那除非 你改那些馬匹的那些名字呢 就叫賭媒 窩可 大窩 射波 那哪隻馬跪低的時候 對香港來講 都是個好笑頭啊 對吧 甚至乎你是有動機去做低它咩 那不會啦 這個 第三個原因就是我開手講的那單新聞 葉劉淑儀啊 他就在那裡拿取別人那些波碎 那隻馬匯都有玩波的嘛 那於是乎啦 你拿得緊的時候啊 楊毛就出自楊身上 想不到今時今日香港啊 那些馬迷想跑一跑好馬而已 那個彩池都要給他落格 而馬會為了賺取更加多的利潤啊 我們經常都會有一句叫做 越窮越見鬼 就好像國泰那樣而已嘛 整塊美板都要脫出來的 你窮就會想省皮 省皮的時候就沒有質素 結果經常出現這些脫掉事件 有多麼奇啊 初就初在 其實港英時代流下來的這個競技呢 就是賽馬 都可以說是香港的一大特色來的啊 具有壟斷的地位 你澳門那些賭牌都有的 不過 沒有香港那個那麼壟斷的啊 是有機會 告訴你 香港裏面 可能有一些壟斷性的行業 將會被人進駐 因為一個壟斷性的企業 在香港來講呢 是屬於資本主義的特色 現在去搞共產主義 搞計劃經濟 可能就想收歸國有 無論如何啊 科學的解釋 都不可以 講到你聽 為什麼 這麼巧 一個文明之崗 一個大師級 一個大家開心 這些這麼好的名字 又會引發大家聯想的名字 這麼巧 就是這幾匹馬釘改 那會不會是個馬主 或者練馬師 或者馬房搞軟對抗呢 那李家超你又真的要查一查他啊 那就算 那再商言商啦 我好簡單的跟你講啦 你國安大公啊 正眼孔那些 你搞人家那些什麼懲罰咪做什麼啊 人家得幾個錢 搞個app屎仔 沒什麼錢得賺的而已 你反而 弄弄些馬子他 每個啊 熬到幾千萬出來 你信不信呢 這些軟對抗 才拿得出汁的嘛 就是不是說不夠聰理 不過 他們找四大家族喝茶 都大把咧啦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